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辉达在年度GPU的技术大会 宣布他们推出一系列的AI商用的产品 而且美国银行认为说辉达已经在AI市场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渴望重塑整个科技产业 而辉达的股价也已经呈现了连九红 市值一举超越了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海瑟威 现在成为美国市值第五大的上市公司 而另外去年上市贵公司的员工红利 是确定创下了历史新高 目前公布的1125家总额是渴望逼近2000亿大关 而有些公司的分红甚至还比前一年要跃增了一倍以上 这些幸福企业可以作为接下来选股的一个参考标的吗 另外目前全球9成5以上的智慧手机的半导体设计 都是出自于安谋 而英国的金融时报却报道 安谋今年在美国上市之前 将会改变整个晶片设计的收费标准 那么如此一来高通联发科的成本将会因此大增 恐怕也会增加对影运的一个冲击 到底影响又有多大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林永明 大家好 中金愿意索赴研究员吴明泽 你好 资深产业顾问陈子昂 大家好 以及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大家好 好 永明哥 美国股市在周四收告 要特别关注的是NVIDIA 这个股价已经连久红 而且已经超越了 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加海瑟威 现在是全美国市值第五大上市公司 了不起 美国又有一个新的明星股的诞生 大家可能会去想说 会不会是因为3月20号 当时的NVIDIA的GPU大会 是因为这个体材的关系吗 还是可能有另外一个理由 搞不好这是一个时代的拐点已经出现了 也就是象征某一个意义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从今年度开始 老实讲它已经涨得快九成 所以它绝对不会是因为这个体材 第二个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去看它最近是联酒红 联酒红了不起 因为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礼拜三的晚上美股市大地震 当时的美股大地震之后 后来又发生了一个 非常黑色幽默的一个事情 各位要知道那一天的时候 其实是公布了这个申洗一码 申洗一码符合市场预期 所以股市就以大涨来开出 然后完了之后 没想到在会后的时候 那个时候股市还在交易 叶伦又突然讲话 对 所以后来股市又大跌 我相信叶伦那天晚上 一定有被叫回去 那个包委一定有说 大姐 我前面才救火救成这样 你后面怎么又再放 所以隔了一天之后 他马上改口 但是即便是这样也无损于 NVIDIA在那天还是涨 所以最后的联酒红之后 各位可以去看它的一个涨势 那回头我们来去看市值这个概念 那为什么市值很重要 第一个 当你市值来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全球的MSCI的一个基金 它在分布的时候 它会去考虑到市值 所以它在配比个股的时候 它的权重就会跟着调整 那这个也意味着就是 全球的资金会往市值前十大的 一个资金这个公司来做靠拢 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一名 当然不用多说 然然还是这个Apple 那Apple这个部分的话 还是领先很多 2.5兆的一个美金 然后第二名的话是微软2兆 第三名的话这个地方是 因为这个是属于国外企业 不列在美国 如果是这样算的话 第三名应该是沙特阿美 沙特阿美的话是在1.8兆左右 快将近1.9兆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Google 然后之后的话是Amazon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NVIDIA 现在的一个市值是 6716亿的美金 但是我觉得它为什么很了不起 因为它是一个Fabless的公司 它是一个晶片公司 所以它是没有固定资产这一大类的 能够到这样的一个市值 表示市场上对它所象征的一些 后面的一个产业 基本上是非常的看好 才会给予它这么高的一个评价 然后接下来的话 包含像这个Porkshire海色基金 然后特斯拉已经掉下去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所谓META 这个之后的话我们台积电 我们台积电不错 我们台积电的市值有多少 4595亿的美金 当然因为这样涨上去之后 辉达的执行长佛能兴的一个身价 当然就暴涨 我们每次就是看到市值一调升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分析 比如说马斯克的这个身价有多少 佛能兴的身价又暴衷了3000亿 对不对 不到4个月大增的75% 来到7300亿的一个台币 当然我觉得这个市值 基本上会波动 身价也会波动 除非它卖股票 不然这些都是账上的一个富贵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 它会影响到整个市场上 对很多事情的氛围 台积电也被带动吗 对 台积电一定要被带动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 在市值的排名里面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美国有挂牌的话 我想台积电至少也排第10 对不对 再来的话台积电跟NVR的关系 本来就是联动的 所以现在连台积电5天之内 这个涨了4.25% 各位看一下这个价钱 539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买在546的人终于快解套了 546怎么出来的 当然就是因为一路看好的过程中 被华伦巴菲特的不客下基金 这个地方K了狠狠的踹了一脚 如果说那个546能够过去的话 我想对很多的投资信心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振奋 我们现在去看像美银等等 他们都认为NVIDIA 其实已经取得了AI的一个地位 我觉得一个公司能够来到市值 这样的一个程度 一定要有很多其他企业的认同 包含你像Google 微软 甲骨文 或者是Amazon 尤其是这次Chain GPT 它的背后的一个最重要的推手 是微软 对不对 微软也就认为 他说如果说这个东西要形成的话 最重要的还是要GPU 还是要汇图晶片 所以原则上的话 你势必一定要带动NVIDIA 而且你未来 你整个AI在发展的一个过程中 只会慢慢的 只会越来越去推升GPU的一个使用 或者是AI晶片的一个部分 当然我觉得黄文勋执行长 他其实在大会上面也特别提 大家今年看好四个产业 第一个的话就是大型语言模组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生成AI 第三个的话就是元宇宙工厂 然后第四的话就是云端运算 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都会跟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GPU有关 现在其实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更让我们震惊的事情 这个震惊的事情就是 尖牙谷的时代已经过去 尖牙谷 尖牙谷的时代已经过去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些例证 尖牙谷大概红了几年 大概红了十年 就是一个十年的一个世代 所以这下一个十年 我们大家讨论的 已经不是尖牙谷的一个部分 黄文勋董事长自己也在讲 他说现在我们站在这个moment里面 其实叫iPhone iPhone Time 意思就是说 你知道iPhone当时手机 一做出来的时候 后面就有一堆的APP软体 就跟着它走 对不对 现在ChatGBT一出来了之后 后面就有500个APP软体 就是跟着AI的这样的一个 聊天机器人在走 所以它就是很像当时的 iPhone时代的那样的 已经带动了整个的产业链 所以永明哥 我们说到这个NVIDIA的大涨 它其实代表的是 现在整个AI 最线科技浪潮 都是AI所带动的 对 大家可能听到一个 新名词的时候会觉得说 真的是这样吗 有这么夸张吗 对不对 或者是有这么煽情吗 可是事实上 如果你就一个大的科技浪潮 里面来看 确实是 就是一浪一浪在推升的一个过程中 第一浪的话 就是我们说的PC计算时代 或者你看到的电脑PC Notebook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一定是Intel Intel在1994年的时候 它的市值大概是242亿的美金 到了1999年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手机 也没有网络的之前的话 是5070亿美金 这样子增加了几倍 增加了19倍 所以那个年代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拐点 就是由Intel所带动的一个 计算机的时代 第二个时代开始就移动 就是手机 或者是你看到的这些移动 网络的时代 就不用真的被绑在某一个 你看到的一个办公桌 当行动时代来临的时候 iPhone在2007年的6月 推出了第一支手机 然后当时的市值 大概是120亿美金 然后一直截至到昨天为止的话 它的市值已经变成了2.5兆 各位如果你按一下计算机 这样会增加几倍 207倍 好惊张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的 就算一个移动时代 但是前浪就是后浪推前浪 前浪就死在沙滩上 你去看一下这个时代 到这里的时候 我相信苹果应该还会维持 很长时间的一个霸主地位 第一个 我们大家在看它的 已经是它的现金有多少 或者它能够创造多少的 content出来 已经不是说你手机卖几支的问题 但是下一个世代的话 就变成AI人工智慧计算这个世代 这个世代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话 就是所谓的5G的前周期 这个前周期里面 它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的话 车子开始电动化 但是还没有办法直接做成 所谓的5G的一个自驾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开始有智能车 比如说就是有自驾的概念 1 2 3 4 这样子慢慢的往后推升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就推升了特斯拉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带动了很多的 但是接下来的话 因为有Chair的关系 所以进入到所谓的AIGC 这样的一个时代 AIGC的话就是AI的生成内容 Generated content 这样的一个生成内容里面 就会带动很多的人 竞相的去投入 所以会大量的使用GPU FPGA或者是ASIC的这种 单晶片的一个部分 所以原则上的话我们说过 第三波的一个智慧化 在形成的过程中 如果墨定律 走到这里的时候 基本上是已经快要走不下去 因为它会有一个物理极限 如果透过AI的一个方式的话 有可能会去突破 当然也可以用化学的方式 比如说材料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用高阶封装的一个方式 想办法把这些东西来提升 所以才有办法去应付 未来更大的一个所谓AI的需求 所以最后我们就来去讲到 就是在前一阵子 银行事件的时候 我们有提过一句话 我们说全世界的资金 开始在这个地方会大洗牌 因为很多的人 其实在银行这边的一个资金 会抽离出来 往半导体这边走 我记得我们当时有特别讲过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废半指数 废半指数在昨天的时候 是创了本波的新高 正式的去突破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 很大的一个象征意义 因为它如果一直都不推高的话 大家就认为银行的问题 可能还蛮严重的 或者是说是不是涨到这里 已经涨得差不多了 但是整波来讲的话 废半这样子涨上去 它去年这样子跌 现在这样回来 已经吃掉了56.9%的跌幅 基本上超过50%的话 就是一个中强的位阶 它下一个阶段 可能就0.618 或者是2.3的位阶 我们就一步步往上看 最重要的是说 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美国大概有300多个经纪人 他们会去做一个统计 就资产规模超过8000亿以上的 300多个经纪人 他们在去年第四季 到底买什么股票 结果发现有0.6%是买银行股 换言之这一次的银行股的事件之后 很可能那0.6%抽出来 跑去买半导体了 所以你会看到废半 就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表现 接下来影响废半最重要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成分股台积电 台积电跟废半之间 会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一步一趋 就是基本上台积电会比 废半稍微低延 也就是说废半会先过高 然后之后的话你会看到台积电 现在台积电还没有过高 还没有过 但是一般来讲都会有一点地延性 所以你去看反弹的位阶也是 废半是反弹了56.9% 就吃掉跌幅的56.9% 台积电是吃掉55.3% 差一点但是很可能就要补上 所以前面我们才说 546当时买的人 其实你不用担心 因为在突破的一个机会很高 这两个东西都会影响到台股 台股的部分的话 我们前波的压力 其实在这个地方已经过了 接下来我帮大家来算一个位阶 就是说如果你是用0.618的话 大概会落在16300 如果说你用三分之二的压力的话 大概会落在16600 这个就是四月份 如果指数有来到这里的时候 要稍微小心一点 好 刚才有民哥带我们看到 美国会图路晶片大厂的NVIDIA 股价已经是连久涨的一个态势 它的股价大涨 其实主要反映的是 被AI给推升上去的 AI的应用可以说是越来越广泛 那么现在刚刚也有提到 这个会答执行长黄仁勋他有说 就是在摩尔定律终结之后 AI可以持续推动整个科技产业 再往前来创新 而AI的应用 为了我们说越来越广泛了 包括像是智慧医疗等等 像是如果建构一个AI医疗的一个平台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检查出 像这个直肠癌的这个息肉等等 不过现在CHEP GPT之父 却开始在担心了 而且他也特别提到 他说俄罗斯总统普钦有说过 不管谁成为AI的领头羊 在最终都会统治世界 它的影响其实非常的大 对 AI其实如果应用在医疗来讲的话 这个不仅是医生的福音 其实也对所有病患来讲的话 应该也是一件值得期待的好事 我们看到其实医疗技术的供应商 Medatronic就跟灰达做了进一步的合作 其实就是把灰达的AI晶片的技术 带入到所谓的医疗诊断的设备当中 目前来说这个内视镜的系统 因为透过AI的一个方式 它能够帮助医生提早去 透过AI远算法之后 发现来求诊的病患 这身体当中是不是有这些 可能会导致直肠癌或结肠癌的息肉 所以这个部分就能够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而且是能够有效提高精准度 另外来看看的话 其实微软在2021年的时候 就以160亿美元并购了一家公司 目前旗下的这个语医识别公司 Nounce 这个礼拜他就发表一款最新的 叫做DAX Express 人工智能医疗保健应用程式 这个应用程式最主要就是 当病患来看诊的时候 直接就能够在短短的几秒之内 生成一份临床的笔记草稿 所以等于就是 几秒之内 对 非常快速 帮医生省下大量的时间 过去医生要做临床的笔记 可能要花费 也许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几分钟 几小时都有可能 但是未来只需要几秒钟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为什么需要AI 因为他能够把一些 能够取代的事情 透过人工智慧来做管理 而且他的输出 不仅快速而且又正确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能够让医生更专注在 也许其他的一些事项 包含跟病人之间的一些 求诊的互动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来讲 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就是AI 大量导入应用面之后 所带来的好处 不过任何一项新的科技 其实能够带来一些生活的进步 不过同时也有可能就是 衍生一些新的问题 我想所有的新科技 都会面临这样的状况 AI也不例外 最近其实OpenAI的创办人 也是Chap GPT之父 Otteman 他其实接受专访的时候就提到 最近其实这个AI技术的成长 让人已经有点害怕了 连这个Chap GPT之父 都开始在担心了 他的影响越来越大 对 他担心什么 因为AI越来越聪明了 现在虽然AI都是 像是一个辅助的角色 在人类的控制之下 当我们输入指令之后 去执行我们要他完成的任务 可是未来如果当AI 越来越成熟之后 包含其实像现在 已经有了这种 能够去自行编写恶意攻击的 程式码的能力了 怀疑一段发起网路攻击 或者是在网路上散播 错误的资讯 虚假资讯 这个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更可怕就是 简直像电影情节 如果有一天AI 他凌驾在人类之上 他不再接受人类的指令了 不受控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世界会大乱 好在这些预想到的 恐怖的情境 他就告诉大家 有一个中止开关 所以一旦在CHAP-GPT 真的失控了 这个时候 或许好莱坞电影情节 不会就这么样真实的上映 因为我们可以按下 中止的开关键 不过我想普丁讲的 也的确是深的 因为未来这个科技的战争 已经不再是军火的战争 的确谁掌握了AI 可能就变成统治世界了 好 不过我们说到 如果现在CHAP-GPT炮红的话 那么有没有一些相关的 概念股市在这一波 的确也涨了一波 掀起了热潮 我想其实的确 从美股到陆股到台股 我们都看到AI概念股 其实应该是 今年的主流大多头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产业 首先 其实从最关键核心的 就是在IP系制裁 然后引领相关的晶片 然后再到现在周边的 像伺服器伺服器的散热 其实有很多AI的股票 不论是从软到硬 但是一个主流产业 要走得长远 到最后大家要看的还是数据 一开始可以是凭空想像 因为毕竟AI也是横空出世 然后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大家想像有哪些 受惠股 概念股 可是到最后看数据 不外乎掌握两个重点 第一个 公司到底赚不赚钱 因为如果这个是一个 真的未来的趋势产业 你掌握庞大的商机 总是必须要把未来这些想像 折现为你现在实际上的 营收跟获利数据 所以有没有赚钱 绝对是一个重点 第二个 有赚钱的公司 问题是股价合不合理 这时候我们就要参考 它的本益比 这个是常常用来评价 成长股最重要的指标 所以刚才提到 像世新KY或创意 这个都是属于千元的股票 而且就是这一波 由这两家IP系制裁公司 引领AI族去往上 可是像现在来看 他们的本益比其实都蛮高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本益比 本来就不是跟其他的电子 硬体股来做比较 所以光看到这个40几倍 就觉得怎么本益比这么高 你跟别人比会吓一跳 甚至你会觉得它的本益比 都是台积电的double以上 但是重点就是 他们的本益比是要跟 自己的过去相比 或者说国际同样 IP系制裁的同业相比 这个产业来讲 过去本益比甚至可以到 60至70倍 所以并还没有出现那种 真的是泡沫化的迹象 当然你不一定要去买 因为价格也高 本益比也高 可是我觉得相关股票 它就是族群的指标股 如果他们能够持续往上 其他硬体相关的 或说做相关的零组件的公司 本益比其实就会有提升的空间 像我们看到 最近也登上千元 就伺服器代工的微影 另外记忆体模组 因为未来 伺服器的记忆体的需求量 也提高 而且规格也拉升 那仪鼎昨天开完法说会之后 今天股价也亮灯漲停 本益比也反映到14倍 接着我觉得 慢慢也可以留意到 像利端跟梁维 他们分别跟这个AI 有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利端是工业电脑的公司 以前工业电脑的本益比 都很委屈 大概都是压在10倍上下 可是利端目前在整个 工业电脑族群里面 它已经先往上冲 把本益比撑高到16倍 因为它也有一个富爸爸 就是台达电 讲到台达电 模范神 电子股模范神 过去投资入股之后 改造成功的一个案例 就是去年火热的安控厂精锐 本益比以前也从大概10倍出头 现在拉高到30倍以上 所以利端切入到 边缘运算跟资讯安全 这个也是未来AI发展不可或缺 目前它的本益比16倍之后 其实当然 能不能往20倍以上走 那就要看跟台达电合作之后 它今年的营收获利 能不能再度的改写新高 当然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这一波 其实它走一个 恩字法的一个上涨 在上涨突破前高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它的成交量保持稳定 拉回整理的时候它就量缩 一旦要表态攻击的时候 成交量又温和放大 一路上涨来都没有爆量 代表其实筹码还是相对安定的 其实这种股票就是 可以沿着月线来操作 视为一个中长多的个股 另外可以看到 电源线的大厂6290两维 其实它在目前 消费型电子的产品领域 占比持续的下降之后 在去年来讲 来自于资料中心跟车用的比重 已经拉高到三层 今年有机会往四层 甚至五层迈进 这个部分因为都是属于 比较高毛利的产品线 所以以今年来讲 在资料中心的部分 它的最大客户就是亚马逊 然后微软持续也在认证当中 所以目前来说 它的本益比13倍 在整个电子类股当中 就算是相对比较便宜的了 那就今年的一个获利展望来看 本业获利有机会是成长八成 EPS可以挑战 大概六块半到七块钱之间 前一段时间急功之后 目前拉回 这个一样在形态上有机会 配合粗量之后 转强走一个N字形的攻击 刚会让我们看到 现在CHET GPT爆红 那么相关的概念股 现在也因此掀起了一股热潮 不过我们说到AI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OpenAI最新的研究 自家的聊天机器人 其实已经对美国19% 也就是将近两成左右的工作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 而且说是收入越高 你被影响到的程度越大 然后请教程顾问 现在美中双方 似乎也都把AI运用在 他们的军事上 菲玉 还好我收入不高 没有被AI给影响到 所以我才能够上节目 好 那到底AI 刚刚有讲过 它影响了19%的工作机会 五分之一 我看很多财经节目 都说会替代 这些工作会替代 但我要强调的是 它原始的文章谈的是影响 也就是说目前的AI 大家都把它给危机化了 说工作会替代 我要强调是影响 我们看影响哪些行业 影响了像口译翻译 到底哪些行业会被影响 那个诗人 像我一个印象很深刻 三月十号不是白色情人节 我跟朋友吃饭的时候 那就有人起哄说 请Jet GPT 用某个场景 云 彩云 做了一篇情诗 他真的做出来很浪漫 但是你会觉得 有一点点精髓没抓到 所以还是跟一般诗人写的 还是有差 还是有不一样 当然还有什么数学家 审计人员 新闻工作者 所以我要强调的 新闻工作者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 好像有危机意识 他做的是什么 资料的收集 整理 还有帮你做初步的分析 所以他代替掉的 绝对不是这些行业的人 而是谁 做这件工作的实习生 像以前我在这次测试 我们找了一些实习生 就是做什么 资料的收集 整理跟初步的分析 这些工作以后 我是产业分析人员 我就不用找实习生了 我就叫Jet GPT 帮我收集 收集来以后 我再加上我自己的见解 所以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Jet GPT以现阶段 现阶段 它是辅助人类 减轻人类的工作量 并不是要替代人类 其实这个从我们做 我在公共院制车会 待了20多年 这就好像我把AI拿来做 无人自动驾驶一样 我只把AI拿来做 无人的自动驾驶的军机 所以这个比较没什么 所以美国国防部 这个机构叫做 高级研究计划局 他成功试飞了一架 F-16的无人驾驶 关键是你在空战的时候 我有友军 有敌军 那是纠缠的 尤其战场 大家最喜欢讲的是 讯息万变 所以我觉得 他是可以辅助 军机的驾驶人 但他要拿来做空战 没那么容易 但是中国的研究团队 在3月就最近刚发表了 他说一个是 AI控制的无人机 打败了人类控制的无人机 在空战当中 结果AI操控的反而胜出了 好 那一定是什么 这很惊人 我一个人操控 对吧 然后跟AI 所以AI对的是 只有一架无人机 可是在现实的空战中 是很多 我有友军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 它是减轻人类的负担 但暂时无法取代人类 不过中国大陆在AI 这一块的发展 非常的快速 的确也是让美国很紧张 不过我们说到 在接下来 其实到底还有哪一些产业 对AI的运用会越来越广 其实不只我们知道 像科技 军事方面 包括金融制造跟营建业 顾问是不是也都有 开始在运用这个AI 这是MIC在2021年年底 调查400多家 所得到的结果 像金融业 金融业已经导入了16% 两年内则是2023年年底 要有18% 再来是制造业 两年内导入的是17% 最后是营建业 两年内要导入了17% 其实都在一成以上了 对 但是在今年 今年是2023 在今年以前 你看都没相关计划的 还是高达7成 所以我觉得AI在现阶段 它只是一个萌芽的阶段 还不会到达一个起飞的阶段 例如我讲一下金融业 金融业不是已经 我们16%导入了吗 它导入在哪里 例如斐鱼你要做理财 你喜欢操作哪档股票 你喜欢做定车 还是买基金 很多人会去请教理专 理专 那理专的工作 可能就会被 这些那个AI的金融科技 给取代 理专提供一些投资的建议 但是以后AI也办得到 对 我只要我是投资人 对 事实上现在很多金控的网页 都已经讲了 你喜爱的是什么投资行为 他就最后跑出一个结果给你 我就试过 对 那我干嘛找理专 那在制造业里面 目前导入最多的是什么 不良品 瑕疵品 像说这个不良品 瑕疵品 有裂痕 它过往是用人眼在判断 那人难免会疲劳 恐怕也无法24小时 可是机器不会疲劳 而且准确率非常非常高 所以像这种 电视不良品 瑕疵品 这种是制造业里面 最常导入了 最后一个营建业 已经导入了是什么 现在我们都说家庭里面 一定要数位化 所以你的数位建设 例如拉光纤等等的 这些叫做智慧建筑 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会倒进去 你智慧建筑有了 最后我回到家里面 叫做智慧住宅 智慧住宅 例如我一回到家 我说小岸 你帮我打开窗帘 我就对她讲 你帮我打开电视机 播金银天下等等的 或者你帮我播 动动嘴巴就可以了 对 动动嘴巴 播五月天的歌 那就是智慧住宅 当然空调 冷气 你帮我调25度等等 这个就是智慧住宅 所以你会发觉 AI感觉上已经运用在我们生活中 可是导入的还是少数 所以只能说还在萌芽阶段 好 当然世界各国也都导入AI 台湾也积极想要导入AI 所以我们调查的结果 我们说电子业有五缺 AI有所谓的三缺 第一个资料获取困难 因为你的数据获取困难 而且整合也困难 第二尤其是人才 像我们吃车会 好不容易培育得AI人才 最后你知道去哪里上班 半导体 虽然我们刚刚一直都有提到 其实AI它也会推升 这个半导体以后的运用 是越来越广 但是很多的人才 都跑到半导体去了 半导体界 所以真正的AI专业的 它反而是缺人才 是它的痛点 很大的一个痛点 最一个是准度 因为你的数据越多 我要随时调参数 过往你看每个AI专案 要花100万台币 耗死六个月 而且因为我要增加准度 我要不断的去调整 四个月 四分之一要每周调整 三分之一要每个月调整 每个月要更新 对 所以它的准度 恐怕会后继无力 它的loading是蛮重的 好 刚刚成功的 我们看到 虽然发展这个AI是趋势 但是目前台湾 还是面临到资料 人才供不应求 以及准度后继无力 这样的一个挑战 不过我们说到 这个AI要特别关注 在聊天机器人 这个爆红 ChatGPT之后 中国的百度 他们也研发了 自己的这个聊天机器人 叫做文心一言 当时这个文心一言 一开始用感觉还不错 要请教这个吴老师 他还会写唐诗 但是大家也说 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问到一些 比较敏感的话题 像是习近平 是不是好的领导人 像是天安门事件 他就会开始跳针 是 最近的ChatGPT 真的是非常非常红 所以中国大陆的百度 也趁了这个风潮 还有推出了这个文心一言 但事实上中国大陆 在推这个所谓的ChatGPT 类似的一个文心一言的 一个东西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其实是有点卡卡的 尤其是刚刚斐玉 讲到这个 问到某些特定敏感问题的时候 他就卡住了 所以在中国大陆 要推这个东西 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 并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他们监管的情况 非常严重 所以在中国大陆 拖一展这个AI 这个大的阻碍 包括这三个 第一个 就是中国的审查制度的部分 所以我们都知道 我们只要讲到六四 只要讲到公海 只要讲到习近平为你小熊等等 那基本上可能就会被消音 可能就不见 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让这个文心一言 讲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地步 所以是非常困难的 直接问他天安门 他说让我们换个话题 对对对 他一考出他就直接 拒打 所以第二个 就是所谓中美晶面战的一个问题 所以科技战一直打到现在 从二零一八年一直打到现在 那中国大陆其实在某些高科技的晶面 其实真的是被打得很惨 那所以中国大陆要去推这个 所谓的AI的 比如说这种聊天机器人的话 那刚很多的这个专家都有提到 回答的这个晶片 或者是这个MD的晶片非常重要 但去年美国就阻挡了 它的一个晶片的一个出口 所以要继续发展这样的一个 这种AI的这种状况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再来就是他们本身的一个AI落差 所以中国跟美国的一个 AI的投资也好 或者是它新创的数量也好 其实都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差别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你刚刚提到就是中国大陆 对于在AI这个监管的部分 其实现在除了科技 他们是不是也把这样一个监管的方式 开始用在金融上面 对 尤其今年的两会 那跟3月16号提了一个 所谓的国务院基础改革的一个版本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发现到 在13项改革当中 有6项是在金融的部分 所以改革的力道在金融非常非常强 那事实上2018年也有一次所谓的 这种国务院基础改革 里面也有金融的部分 但改革的 虽然这一次整体改革也不像 2018年的那么庞大 但是就金融来讲 是比2018年更加的一个深入 党的部分的一个两个委员会 那第一个是中央金融委员会 这中央金融委员会会等于是中国大陆 金融管辖的一个政策指导也好 或者政策制定监管 它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顶层的一个组织 所以它是由这个中央金融委员会 来去整个统筹 中国大陆金融的一个政策跟监管 然后再来就是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过去曾经有 但是后来这个取消 撤销掉 今年又恢复了 那主要在于这个党建的工作 跟一些协调的工作 这样子的一个监管到底对于避免金融风险 是不是实际上真的有一个帮助 我们发现到2018年 它有做人是改革 但是从2018年到现在为止 几乎每一年都有些金融风险的发生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 其实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 是不是真的可以降低金融风险 还是有其他的目的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 其实这个要值得考虑 那所以我们觉得他认为 我认为他要去降低 因为过去金融体系都是由江派去管控 所以他持续降低江派对金融体系的一个把持 那因此整个金融风险 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的降低 我觉得还要再观察 那而且我可以看到 这个非金融部门的一个债务 我们发现到 其实在2020年之后 其实全世界的一个金融债务的部分 它是持续在下降 包括美国也在下降 但中国持续在上升 所以我们发现到说 黄色这条先是中国 对 黄色这条先是中国 对 它其实还是在上升的 它已经占了将近 然后像蓝色是美国 对 对 然后像平均这条 其实整个趋势都是往下 只有中国持续还在上升 对 已经接近近率的三倍 所以其实它是蛮恐怖的 所以其实在整个金融改革的 金融改革是真的可以降低金融风险 其实是值得上去的 那但是提高监管的一个程度 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就是会扼杀整个金融创新的一个状况 所以过去中国大陆是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 是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这我们没有讲的 没有讲不能做的你都可以做 那但是现在以后的状况可是 党没有说可以做的 你就不能做 所以我是一个正面保利 我告诉你可以做的 你才能做 所以未来的一个金融创新的状况 可能会变得越来越 没有那么常见 我要请教吴老师 现在大陆到底在金融这一块的话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风险 我觉得风险蛮大的 蛮大 对 那包括了债务的部分 我们刚刚讲到最主要是在债务的部分 那银行的部分 我们今年 我们发现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个所谓的提前还贷草 在去年有停贷草 房贷赶快去还一还 对 去年有停贷草 今年有提前还贷草 那么不管是 这个提前还贷 还是停贷 对银行来说都是个风险 是 因为我提前还贷 我的贷款 银行贷款就被迫收回来 那它的收入就减少 赚不到利息钱 对 所以会造成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影响 所以对中国来讲 其实现在风险 我觉得集中在两个 一个是债务问题 一个是银行的一个金融风险问题 是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要来关心的是 去年上市柜公司 这个员工红利是确定创架历史新高 那么接下来如果说 我们在选股的话 这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指标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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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